在星期二晚上九点钟为您播出新台湾加油 就在星期六下午两点钟左右 台北的松山机场白狼张安乐返台被押解的那一刻 给了台湾很多人甚至不止台湾这块土地 包括在国外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 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幕 为什么为什么押解一个通气犯的过程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欢迎白狼张安乐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您张大哥 谢谢 谢谢 各位观众好 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稍后白狼张安乐先生一一来为我们做说明 那么现场邀请的特别来宾当中除了他之外 还有来自于成大政治系教授梁文桃老师 欢迎你梁老师 谢谢主持人 观众大家好 梁老师是香港人 然后多久 宇居台湾 宇居台湾对吧 宇居台湾 宇居台湾嘛 住多久了 十多年 十多年了 好 那么在梁老师旁边有资深政治评论员云梅梅梅 小军好 大家好 以及在我左手边有东吴大学正习副教授徐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台南市医院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前时报主管总编辑吴郭东大哥 小军好大家好 好 关键性的一刻这样的画面很多人印象深刻 但是呢 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就来看一次 在礼拜六 当时白狼回来的那一刻 白狼张安乐 手拿狠占文宣 踏出几枪门 警方确认身份 我们现在逮捕你 靠上手铐 逮捕通其犯SOP 却露了最重要的一项 手伸 更夸张的是 台湾政府居然跟白狼有约定 好 不紧 慢慢来 慢慢来 白狼坚持 即便双手上靠回台协议 就去了秀自己的统战文宣 更证实与台湾警方着有联系 一送过程 刑事局真气队长带队 霹雳小组刑事局远警 层层包围 把媒体隔得老远 却放纵张安乐 友人取美奉与些身采访 开心 开心什么事 终于等到这一刻 警方招披一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而且机场管制区 霹雳小组时长枪 公务门外 保抑远警刑事警察 600名警力分成借户 机场外还有盾牌远警 比国家元首200名为安 还夸张 17年前潜逃出境 回台投案又躲过积压 张安乐高调请客 毫不避讳有案在身 似乎早就料中 这趟反家之行 一路畅通 顺利结束17年 同气泛生涯 张安乐大张旗鼓回台湾 引发争议才正要开始 好 这一刻令大家印象深刻 来 我请教是这个白浪大哥 到底瞧的过程当中 谁跟你瞧啊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自从三年以前 三年以前我母亲过世以后 我就准备回来 但是回来的过程很不顺利 因为一直到去年大概11月 才知道刑事局是主管单位 因为以前是找别的单位来找我们 一直想回来回不来 后来我只要求很简单的 给我一份入台证 法律问题到台湾法律解决 大概在今年 在我3月20日以后 拿到了入台证以后 我们一个朋友 这个你们大家都认识的 我问他名字可不可以讲 他说不要讲 我尊重他 到深圳来 他说这样子 你要回台湾 不是 你要回台湾 你可不可以把韩班 来个韩班告诉我们 然后刑事局要派两个干员 跟你同一班飞机 而且下飞机一定要上手铐 这是台湾的法律 我说没有问题 我反正要回去 何必搞那么僵呢 那我就好 我就告诉他 我只要机票定了 我马上告诉你 是哪一天 你可以先 我先告诉你们 你们先派干员定机票 因为是私人行为 不是政府行为 因为大陆不配合台湾 对不对 所以他 为什么这个证件 一直拿不下来 因为我自己要回去 我们这边单位想 是不是可以由大陆来 压解回来 就真的这点 所以拖了大概 快三年 最后还是让我自己回来 他没办法 他就回来 那这个时候 我就讲 我跟中间朋友讲 到时候上手铐 你不要拿布 给我包起来 因为香港动不动 拿那个 香港最喜欢拿个袋子盖起来 我说不要 他说好 我说我就是 这个手铐反正要戴的 怎么知道你戴手铐嘛 但是我说我会有本书 拿到手上 这样 你不知道他什么书 我说我自己写的书 他也没问我内容 我也没骗他 这样 所以那时候下飞机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 这样举起来的 可是手铐靠得很紧啊 举不起来 举不起来啊 那这样也更好 他还帮我拿走 我说不是讲好了吗 所以我在想 警察也很听话 我跟你讲 应该 他并没有接到 上个的指示 告诉他说 应该没有 为什么 人家可能忽原委屈 这小事情 你来本书嘛 这小事情 所以那天才会 判成这个事情 我这讲好了吗 所以他应该 也没接受到 上面的指示 所以他想 这个事情确实 当时对他来讲 我想他心里想 反正既然我说 上面讲好了 那可能是讲好了 对不对 那也没有必要再刁难我 就这样顺了 因为我们大概有 几十个人陪我一起回来的 所以昨天的内政部长李宏远 跟法务长曾永夫都在说谎 如果说都讲好了 这个是你要问 中间人他代表谁 对不对 他不可能代表那么多单位 中间人后面有没有官方背景 中间人怎么样 中间人后面是不是有官方背景 你可信任官方背景 有官方背景 怎么可以来大陆 那如果没有官方背景 没有官方授权 你怎么会相信这个中间人呢 怎么可以相信中间人 好 我要问你 你跟廖小姐是朋友 你有什么事 廖小姐跟你讲 他代表某方也跟你谈 你会不会信任他 我问你 那我要看 跟我谈的那个 跟廖小姐后面的 比如说他经营的工作 有没有相关内容 如果是八竿子倒不着的 我不会相信 不 你听我讲 你们媒体渗透力太强了 你们媒体渗透力太强了 对不对 媒体跟官方的关系都知道 只要是媒体人出来讲 大概 都知道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是媒体人 对不对 那你不方便 当然我问他 第一天人家问我 那个报纸问我说 方不方便我打给他 我说你方不方便 他说不方便 我说不方便就算了 这个媒体人 就这么简单 是 不过其实老实讲 重点不是说是谁 因为都谈好了 重点是 的确是有谈好的 对不对 谈好的过程当中才回来 其实外界有 回来是回来 入台证已经拿到了 3月21就拿了入台证 是 谈好的只是上手铐 只是这一个问题 我愿意把我的航班 告诉你们 然后你们可以派干员过来 因为他不晓得干员 是不是 我如果说先把飞机 全部订满了 航班人家会知道 都订满了 到时候你要派干员 是不是 派不进来了吗 所以就讲好 我机票一订好 我马上通知你 我哪一天的飞机 你要派干员 因为这是一个私人行为 它不是跟大陆政府 配合的行为 所以你也是要买机票 你是要订机位 不然订不到 航空公司不管你 对不对 所以他要求的就是说 我派两个干员 在飞机上陪你回来 但是我们人更多 所以从头到尾 我国官方透过中间人 都没有传达 说在当地 就希望能够戴上手铐 把你压解回来 通通没有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要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司马互助协议 全世界都不可能 你敢到美国去压人吗 不要乱讲话 是因为你的身份的关系 不是公权力的问题 你不是你的管辖区吗 可是有点常识吗 中国大陆 不是你的司法管辖区吗 你凭什么去那边抓人 他抓了 放了飞机送回来给你可以 你没有资格去那边抓人 你懂吗 张先生可能 你有资格去美国抓人吗 你告诉我 张先生您可能有点误会 是这样 两岸有签司法部署性 一样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台湾有个炸弹客 在高铁附近放炸弹 后来他逃到大陆去了 后来也是透过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那我们的干员就过去 他确实上了手铐 那包括之前前立委 这个王志雄 他也是上了手铐 我们的干员过来的 所以就说 你们是不太一样的 是谁给他上手铐 不是你是大陆给他上手铐 所以大陆愿意配合 是大陆给他上手铐 你没有公权力 你要搞清楚了 那为什么跟你的例子就不太一样呢 你们勤警到了大陆跟我一样 你要做任何动作 你犯了大陆的法吗 除非你是有公文交代好的吗 这就很常识 所以你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 是不是 我是拿台胞站 不然我回不来 小军姐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在中国那一段 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们见到美国押人 美国的联邦警察 他上了手铐交给台湾的警方 或去中国押人 中国的警方要不要上手铐交给台湾警方 这一段张先生讲我可以接受尊重 这边真正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个 台湾的警方有没有照张办事 有照整个办事吗 就是说当不是针对张先生 任何的通缉犯 能不能拿到陆台证 这个张先生也许有特殊的地方 据我的了解 一般的通缉犯拿不到 拿不到张通缉台证 而且陆台证是在内政部 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王玉琦就决定要发了 而王玉琦唯一的老板 马总统嘛 所以就说 这一点是张先生的高明的地方 我看所有的通缉犯 要拿到这张陆台证 没那么容易 甚至于我们都要透过一些管道 逼他回来 我们以前谈谈市长 施志明也是这样回来的 我想你就点到 很多人认为 这一次你可以说这么大的礼遇 背后有马英九 背后有马蚁男 是这样子吗 你听我讲 马英九这个人胆子最小 最怕你们了 装什么 专国荣他敢 郭观音他就必须打 谁跟他近 他必须打给你们看 我可以讲 马英九打人最小 越认为越跟他近 他就非修你你不可 修给你们看 你们这点很厉害 懂吗 专国荣凭什么回政大 对不对 你看张国荣在电视上表现的 一个教育部阻密讲那些话 跟流氓差不多 政大不聘他 马英九说政大非聘他不可 对不对 郭观音没有错 他言论是有偏激 他回政大是因为 马总统施压的结果 对 他第一次听到原来是这样子 你不晓得 所以是他帮你装托了 女孩是媒体人 是啊 我还觉得非常大意 我的大卢都看到报纸 听我讲 然后呢 郭观音言论是偏激 但是呢 也就是言论自由的范围 马英九把他撤 马英九的胆子 他看到也没关系 胆子最小 最怕你们了 不是 我是不觉得他怕我们 我们也是被他 我们也是被他 法办的到处走不走 我刚才那段话 我是把他讲完了 就是说一方面 很多程序上 在台湾这部分 并没有照我们原来 对待一般国民的处理 我认为张先生 也是我们的一般国民 每个国民都以基本的权利 我倒不认为他拿了那本书 有什么意义 因为台湾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一国两制 他也不是第一个喊 也不是最后一个喊 台湾的民调也显示 是对一国两制 我觉得我们是有抗体 重点是在当我们政府 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规矩有没有守住 是什么规矩呢 如果今天通缉犯愿意回来 我就发入台证 通通发 不能特别信 第二个 来到台湾落地以后 原来应该收声的 应该做什么就要做 因为之前有发生过一案子 那时候张先生还没回台湾 台湾的法院曾经没有收声 拿了皮带刀 自己自杀了 所以收声有些必要的程序 也因为礼遇没有做 刚才讲说这个警察 在执行的时候 也许上面没有交代 我的想法刚好相反 也许上面有交代说 尽量宽松礼遇 否则一般的警察 就是ABC照章办事 标准程序 他违反了标准程序 一定有长官担着 如果没有长官担着 这个警察 不管他是侦察小队长什么的 大概现在都被处分了 没有被处分嘛 所以可见 台湾的政府在处理 张先生回台这件事情上 是充满了特殊的对待 而能够处理到内政 陆委会 警政署 这个能够处理 这个特殊对待的人 不是我们在场 你我他可以处理的 这要能够跨到 这个整个层级以上 这个你应该感受最深刻了 对不对 感受到层级到底到哪里 我不管台湾的层级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大陆不认为我是通缉犯 大陆不认为我是通缉犯 所以台湾 为什么三年才给我入台证 他也用各种手段 我跟你讲 最后刑事局还说 你要回来可以 我为了要回来写了两封信 第一个单位叫我说 写信告诉他 我愿意回来 请你帮忙 我写了 那个我不好意思讲是谁 他的信写了三封给我 我很惭愧 文言文 我要回他的信 一个礼拜才回的 我要跟他一样的文言文 我们的文言文底子差嘛 一个高级警官会写文言文的信 好了 我写信给他 没有下文 后来刑事局也讲 说你要写信给我 我才让你回来 表示你有诚意 我信写了 结果他拿信到了北京 张安乐要回来 不是他不要回来 回来你应该把他送回来 后来我当然北京可以告诉我 说你怎么写文言给他们 他们说你要回来 来跟我们要人 但是因为大陆的答复很清楚 张安乐 我们在大陆 我没有犯任何罪 而且我是97年的时空环境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讲的不好听 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任何事情 我们等一下可以谈 组织犯罪条例 所以大陆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张安乐在我们大陆 没有犯任何罪 所以他不是 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通缉犯 所以他可以在大陆 爱去哪里去 他要回去他的自由 他不回去也是他的自由 我不可能说把他交给你们 他快三年没办法了 既然段一康不是也在质询吗 既然你们抓不回来 他自己要回来 为什么不发通行证 我能拿到的罪是段一康的质询 是不是你问段一康 昨天你刚跟我讲是段一康 这个顺序有点不对 原来是段一康促成的 不是吧 昨天人家跟我讲他是段一康发生的 这个你感谢错人了 你谢谢段一康 段一康没那么大功劳了 段一康的质询 是在这整个事件发生的当下 段一康也没有本事 叫王玉琪发这个 他质询是李鸿源 不过我倒是觉得 李鸿源在这件事情 是不是状况内外 因为台湾的媒体报导 跟您在那个中国的看的新闻 我觉得是还是落差 包含庄国隆那一段 大概做教授可以讲 我还有另外一点提的 比较特别就是 刚才特别讲到说 好 中代表那个人 我知道他跟廖小军的交情 所以我现在代表廖小军 去外面跟他谈广告什么的 人家会不会相信 其实不见得 第一个看交情到哪里 这里面其实是台湾政府 又要交代第二件事情 这是公权力的执行 如果你要委托谁去执行的话 本来是海基海协 海基海协才是正式 受政府委托的代办单位 好 你要闪过他也没关系 这个东西不能秘密来 一个媒体人 可以代表台湾的公权力 不管是警政署或者陆委会 怎么可以代表呢 纳税人有请他代表执行公权吗 所以刚才张先生老实讲这一段 但这一段我觉得 又回到政府的问题了 政府谁委托他 而且这个人 还可以让张先生一看就说 你跟你后面代表那个好朋友 你讲的话我相信 因为你们是好朋友 所以你讲的话我相信 否则我被代表去跟张先生谈的话 我看你一定不相信 你后面没那个人嘛 所以政府如果一切都秘密行事 不照张办事 全部都特权来处理一个个案问题的话 这才是国家危险的地方 所以他今天已经透露一些新的讯息 来 徐老师 我觉得政府 马政府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过去几天讨论过 如果针对一般的通气犯 是不可能有这个待遇的 对 我也同意张先生讲法说 在中国他不认我是通气犯 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国两制的问题 如果台湾觉得你是通气犯 中国觉得你不是通气犯 我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 我有在大学里面教书 最近让我最困扰的就是说 大家都说你是黑道 媒体都说你黑道 你是不是你等一下可以澄清 你是通气犯 那我不要不能接受的是说 一个通气犯回台湾 接受司法的审判 然后是这样的大张旗鼓 我觉得我回学校 我没办法教我的同学说 那到底你以后要好好念书呢 还是要学张先生这样 哇你看 之后还可以主政党 张先生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有个四岁的小朋友 我希望他活着这个社会 是一个有民主有法治 然后知道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那最近这个事情 尤其你回来这个事情 我就很难 大家会觉得说 难道拿着这一本 你刚才说是为了手套 为了放在手套上面 不是为了遮手铐 为了宣崖 对 张先生是这样 就说 如果你是一个通气犯的身份 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政治主张 然后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就可以给你这样特殊待遇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民主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张先生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说马政府怎样的问题 怎么烂 我们已经都骂过了 今天你到现场 所以我就是很想知道说 张先生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过去真的是做错一些事 因为你回来 投案你并没有觉得你错 我当然没有错 对 我的解读是完全 因为我不认识张先生是你 因为我真的不熟 我也对你过去的一些经历 我也都只是看杂志 我就说 就说会让我一个感觉说 他不觉得他没有错 让浩慧阳宣扬这样政治理念 然后外面有两三千人接待他 就张先生就说 不管以后 台湾是独立或统一 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是活在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里面 我觉得张先生对台湾最大的冲击 真的不是和平统一国两制 真的是 价值观 对这个价值观 张先生讲说 张国宏是因为马英九没有 因为张先生我跟你报告 我在动物大学教书 前行政院长刘兆玄 他本来是动物大学校长 他去当院长的时候 就马中宏当选的时候 他去当院长之前最重要的事情 还在当动物校 就是要立一个规定就是 让动物大学老师不能随便上政论节目 我想他要接行政院长大家都知道 马中宏也当选了 可是那个事情在校会议没有通过 所以我今天还有机会 站在这边请教张先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的大学是相当自主的 不是一个行政院长 或是一个总统说 大学教授乖乖待在家里 好好做研究就可以了 那我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因为张先生你现在是 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 你现在也是个政治人物 也是个公众人物 所以我会觉得说 每个政治人物 公众人物 他在宣扬一个价值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个价值一定要让这个社会 我的意思说不是统独 我觉得统独我们等一下可以谈 我讲的是说 那未来的这个年轻人 未来下一代年轻人在看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马政府处理很不好 他没办法好好让我们下一代年轻人知道 那正确的道路是什么 我讲的可不是统独 我可以告诉你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自己认为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底顿辉给我加了这么多帽子 最可恶的是组织犯罪条例 对不对 好 他现在告我三个案子 跟我都没有关系 那些人都是不是不起诉就判无罪 97年的事情 对不对 那时候都已经判无罪了 弄个组织犯罪条例 针对我们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好好的跟你一个组织犯罪 说你事你就是 他是这样子 你这个组织里面有人有犯罪你就是 民进党主席犯罪 成员有没有犯罪 民进党主席犯罪是事实 民进党是不是组织犯罪 你看组织犯罪条例是不是很莫名其妙 三人以上以犯罪为宗旨 什么叫以犯罪为宗旨 却到集团 抢劫集团 这扎西集团才是 我们50年前兄弟结拜 50年后你通过法律说是组织犯罪 你们成员里面有人犯罪 你就是犯罪 那民进党呢 你给我讲一讲 你民进党几个人犯罪 你们成员 你们有没有超过三个人 你们成员有多少人犯罪 张先生 你不要激动啦 我跟你讲 我激动 我讲真的 我现在讲 针对我 你敢不敢回来 你们的什么 一哭二浪三散调 我是美国的什么民政代言人 我是什么 敢不敢 我讲你们民进党的成员 你敢不敢像我这样子 明明知道 我告诉你 我26岁 我在大陆事业有成 儿孙满谈 生活规律 我全动过大陆 啪啪照 舒服得很 我为什么要回来 我为什么要回来 我会要宣扬这个理念 为什么要回来 我会要宣扬这个理念 很简单 你们敢不敢 你们敢不敢说 今天你面对了一个什么十年以上 什么几年 而且你没有做这些事 什么叫组织犯罪 因为他做这个事 他是我兄弟 所以我有罪 胖子你敢不敢 今天陈水扁贪污 说你王定义有份 组织犯罪 通缉你 起诉你十年 或者是控告你十年 你敢不敢回来 我跟你讲 不是为这个我不值得 我66岁了 我生活过得很好 所以你不认为您是黑道 谁 你不认为您是黑道 当然不是 什么叫黑道 做见不得人事就是黑道 你不要动不动说我是黑道 我这一生贪在阳光下 你们家来的书上也看过了 我有没有杀过人 没有杀死人 有 有没有 都有过事实 我官民正大的 那你们的黄韦哲 在那个立法院 这么一下 这才是黑道 你要打吴玉胜 你就上去打 做那什么动作 随非随才 我打得差 我是觉得 我讲真的 我们做兄弟的 今天不高兴 打了就打了 哪有这样一下 那大哥 你现在跟 你在竹联邦 现在是什么角色 现在跟竹联邦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角色 我跟你讲 我现在告诉你 一日香火圆 终身兄弟勤 我不要说 今天 昨天 我一个老兄弟过世 我要不要去 人家叫我不要去 我当然要去 郭祖云 你不能说你通过法律 我朋友都不要了 我们三十四五十年前 结拜兄弟 现在当然各有各的事业 现在你通过法律了 他的告别是我不能缺 昨天我很生气 我说你拍我干什么 我都是等到快结束过来 因为我离开十七年 我知道我如果是一早一去 一定有很多老朋友 老兄弟会过来 媒体在拍 会把镜头都抢掉了 人家是一个很悲悲的事情 结果我今天在明星作秀 我等媒体都走光了 最好一个民事留在你 我才跑去的 为什么呢 我去散乡 对不对 今天这个法律定的 我连散乡都不能散乡了 所以我是不是主联邦 兄弟感情一定在 有没有做帮派活动 没有 我就讲这话 抱歉 那 可以 好 言论自由 大家互相尊重 我挑战你 你就让我把话问完 媒体挑战很好 OK 第一点 您刚刚讲说这个 陳水扁犯罪 先不说他这个 审判过程里头 其实有教唆伪证 有林郑犯法官 有很多程序正义的问题 我不讲 你知道台湾最近很流行什么吗 如果照你的逻辑来讲 北素卢 北什么 北素卢 赖素卢 南义士 林义士 中朝卿 李朝卿 三个 要不就是马英九 极力提拔的 马系核心的人物 要不就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什么都干 什么都敢吃 如果依照您这样来讲的话 马英九是党主席 他组织犯罪 不是吗 我同意 讲得真好 就是这样子 OK 那第二点 我要来讲 这个我相信您回来 这个当然是 有些东西追溯前没有过 也是要有一些勇气 不过我就想请教您 不客气地讲 大家都觉得说 你也是精算过的 大陆什么 有很多的认为 一些报道 大家认为说您精算过了 什么样算计过呢 第一 你的手下 有些已经是不起诉处分 有些是无罪了 所以你觉得 你大概获得 无罪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你可以17年以后 即使还剩下89年的追溯期 你还是回来 因为你可能认为 无罪的可能性很大 小姐 或者也有人 您听我把话讲吗 甚至有人认为说 97年就无罪了 OK 我要回来97年就无罪了 我干嘛拖到现在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 是不是 其实 所以也有一派的推定 也是要这边请教您说 是不是 您也得过了一些 得到一些许诺 了解说 也许回来也许就没事了 小姐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17岁就上法院 你们可能有学法律的 你们是学理论 我法律实务太多了 我不是小孩子 我17岁 陷兵队 警备总部 调查局 美国FBI 我什么量都没去过 都去过了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 这一套程序 我97年已经知道 一个案子判无罪 一个案子不起诉 我可以回来 不想回来 那为什么现在想回来 就是为了这个理念 因为我母亲过世了 你是女人你要知道 我母亲从小 平常我是好学生 我要得过县长奖 还是吴卫雄主席的父亲 吴宏林县长 把你奖给我 我小学毕业第一名 我初中是建宗 我从小是我母亲的骄傲 混了婚的兄弟 让我母亲三心 这平常讲我们不笑 然后呢 本来呢 又到美国留学 有这样的案子等等 又关了十年回来 我在美国关的时候 我母亲跟我母亲通电话 她还问过医生 我可不可以活得等我儿子回来 我们平常讲是很难过 结果没想到回来台湾一年多 风波不断 这个那个那个 你懂吗 所以我在想 我到大陆 我是96年 1996年十月份到大陆来设厂 然后呢 11月 刘邦有命案 12月 因为刘邦有命案 通过了组织犯罪条例 就针对我们来了嘛 我就把我母亲接过来 不要理她了 对不对 我不想我母亲再为我烦恼 就算 我就算一天两天 我们搞不清楚那个时候 为什么三年以前要回来 我母亲三年以前过世了 我想我该回来了 其实我那时大陆已经住习惯了 不需要了 但是我的担心 因为台湾 就讲台湾现在 台湾的前途就两个名义 一个绿色的台湾独立建国 蓝色的不同不独 要维持现传 我个人赞成维持现传 但是如何维持现有体制 蓝绿都没给答案 我认为这是唯一的答案 我要回来悬崖 没有市场 民调很低 我才要回来 有市场 我就不要回来 我都过得好 我要干嘛 所以你反而认为 你看到民调是这么低 在统图光谱的边缘人 你才认为应该要去努力 我们进一段广告 来更多的问题 因为我想刚刚 这个巴朗大哥特别提到 我怎么会是黑道呢 那为什么 在竹联帮所扮演的角色里头 那么包括未来在台湾 因为大家对你有非常多的好奇 其实都很想多认识你 这个中华 来 这个名片 中华统一促进党 到底现在有多少成员 那这个竹联帮又有多少成员 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互相重叠 人数到底是多少 好 来进一段广告 马上再回来谈 好 各位观众 今天新台湾加油 我们邀请到这个 有人说是竹联帮的大佬 另外一个精神领袖 白狼千呼万唤 他终于回来了 不过他回来的过程当中 押解过程 千呼万唤 千呼万唤 等很久耶 大家等这么久终于回来了 可是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说 好 很奇怪喔 通气犯过程里头 如此的一个礼遇 如此这样的规格 他的确也证实有瞧过的 可是不方便伤害当事人 他在我们节目当中 不方便透露 中间人到底是谁 那到底是警方跟检方 到底是怎么瞧 重点是的确是有瞧好的 原来这个过程是可以瞧好的 下面呢 我们继续还有更多更多的问题 跟他进行讨论 现场我们邀请到 包括吴国栋大哥 王定宇 徐永明老师 还有来自于这个成功大学 梁教授也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这个白狼 大辣辣推销的是叫做 一国两制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市场 因为被边缘化 所以呢 他才要回来 好好的推销一国两制 可是现在香港是怎么状况 香港人觉醒了 台湾人要继续 要沉睡下去吗 余媚媚人也来到我们现场 在进行我们的访问之前 先来看一下江南案 江南案 这个相关的纪录片案子 检查来之后 很快就来了 然后他们检查 就发现了他是中枪 鼻梁中了一枪 肚子中了两枪 就躺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民国七十三年10月15号 民国旧金山大理事 传出了三神枪响 我就直觉的感觉 是国民党做的案 这个诱因是什么东西 诱因我就认为是《蒋经国传》 一位作家 一本《蒋经国传》 怎么牵动了太平洋两端台美关系 人处戒严时期的台湾 正是牵扯出了政治谋杀阴谋 大部分都是印象中 是发生了疫情专案 江南案的爆发 是应该是从美国说起 在美国一直追追追到发生的案件 牵涉到陈其林等等 接受到可能跟军情局方面有关系 甚至可能往上再追到国安单位 刘宜良身亡一个半月 美方宣布破案 凶手是台湾主联邦分子 陈其林、吴敦和董桂森三人 而就这么巧的 陈其林和吴敦在破案半个月前 早在国安局主导的疫情专案中被捕落网 诡异的时间巧合 只是江南案的起点 今天的停训是借用台北地方法院的第一法庭进行 停训的时间 也比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间提早了半个钟头 法庭内外气氛都非常严肃 警卫也很森严 看似漂亮的跨国合作办案 却在三名嫌犯落网后出现戏剧化发展 陈其林等人公称他们是受命于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汪希林的指示 先在阳明山受训 再前往海外制裁叛徒刘宜良 但汪希林收押之后说 他只是要陈其林修理江南 并非要置他于死地 案情峰回路转 我是讲了一句话 小心被灭口 他回我一句话 我也想到我留着录音带 他录音带是从 旧金山回到洛杉矶录的 原来陈其林留下了两卷保命录音带 其一交给了当时旅居美国的 竹联邦友人白狼张安乐 陈其林在台湾一路往 白狼同步就在美国协助曝光 但事隔多年之后 江南岸真相大白了吗 随着当事人一一凋零 真相仿佛缺了脚的拼图 而白狼协助公布的录音内容 成了历史鸿沟里的一股名流 请教张安乐大哥 据说江南事件当中 其实当时也掀起内部台面下 群制系统的所谓的大斗争 真相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拿了录音带以后 知道我们董事长不是个人行为 是受情报局长命令的 当时案子发明多久 美国ABI就来找我 我当然跟他蓄意为疑 不可能嘛 因为录音带要救兄弟了嘛 是吧 那大概我们就请了 当时的文宣 我们叫文工会副主委 叫威厄教授 请他过来 我跟他讲我们有录音带 我们说一心专案是违宪的 违反宪法的 我们有三个条件 第一把我们董事长还有吴敦 两个从警备总部移受司法 第二董贵生认识流亡在菲律宾 有风声说 有人在追杀董贵生 停止追杀董贵生 第三 一心专案是违宪的 抓到人有司法案件 送司法没有的请送回去 那威厄教授回去了 找到国安局长叫汪靖熙 汪局长 就没想到汪局长就说 他们有什么本事 让他们拿出来 没什么好谈的 我们中间透过很多管道 最后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最后ABI来找我 他说 现在唯一可以救你们大哥的 只有 内卷 录音带 在不在你这边 他人问我都说 不知道嘛 后来我决定了 每条路都走不通 我就把录音带交给他了 Farmu在这里 美国跟台湾是串通的 我在一月份 在那个 你们都去问美国嘛 Montry Park的Lincoln Plaza 一个房间里面 我大概下午交给他 把他翻译 因为是中文 翻译成英文 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世界日报一灯 汪锡林局长被逮捕 ABI还假惺惺打电话给我 欸 台灣怎么知道啦 我说 录音带在我手上 两个月台灣都不知道 我昨天下午交给他 今天早上已经被抓了 台湾 所以说当时呢 为什么 因为台湾 不晓得我们筹码是什么 ABI通知他 你先抓人 台灣就先抓人 就知道就是到汪锡林 那时候我们觉得 汪锡林毕竟是家臣 我想到虎毒不食指 那怎么办呢 因为外面 听说我们有录音带 风风雨雨几个月了 对不对 我突然拿出来了 你想 可能我就讲说 我们还有一卷 其实这个 我们不能讲蔣经国嘛 我们认为台湾安定力量嘛 那个时候 他就讲孝武 这个是 平常讲是 我们是唯为就造 他虽然是冤枉 编出来的 对 编出来 我多多少少也听了一些人 他讲可能跟他有关系了 对不对 乱编也扯不进去嘛 是吧 但是呢 虽然有冤枉他 可是他从他附近得到很多资产嘛 你讲蔣经国的儿子很多资产 你承担点负债是应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是蔣经国 有没有 不是蔣孝武有没有冤枉他 在我来讲是冤枉他 他有没有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没有证据 我就这样讲 唯唯就造 唯唯就造 不喜咬出蔣孝武 江南案的错综复杂 也不是张安乐先生 几句话就可以讲完 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新闻的时候 江南 他是正宫干校出来的 毕业的 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事先已经有劝过江南 不要在阮大方办的 美国办的报纸登载 蔣经国传 因为这边的情报局人员 已经拜托他跟他一起 拍了谁 夏小华先生 夏小华很有名的情报局的 老情报人员 去美国跟 因为江南曾经是他台湾日报的 一个特派员 去跟他说服他 不要再去连载了 结果江南不听 所以当时是谁下命令 说要去教训江南的 绝对是有人下命令 说教训他 最后变成这样 如果只是教训的话 陈其里不会跟吴敦 到阳明山金群集去受信 你根本受什么信 你是教训他打一顿就好了 你去受什么信 所以这中心里面很复杂 当然后半段当然 如果要知道张安乐的事情 新幸福有一本就是《龙之火》 有关张安乐后半段的录音带 他怎么去救他这些兄弟们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可是因为这些事情 他在美国因为贩毒罪被判刑15年 当然对他来讲也许是很延期 关了司令吧 贩毒 我没有贩毒 他也是 你跟我讲 这个跟这样 我五月份离开纽约 六月份在洛杉矶 为别的事情 过了洛杉矶的监狱 八月份 他们设计了两个人贩毒 然后你看 我有办法在洛杉矶街的监狱 遥控几千里外的 纽约的贩毒行为 好了 两个福青帮的贩毒 那个下面也是福青帮的 然后最后就说 我是他们老大 我共谋罪 贩毒没有 为什么盯上你 是因为你有帮派的背景 对 当然我的背景 包括前面 那很多 前面我开餐厅 跟月清帮来闹事 我开枪打了月清帮 那其实我是保护我的餐厅 报纸就说 主联邦跟月清帮 反正我做什么事 主联邦 月清帮到我那边收保护会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开枪 我打了月清帮以后 中国人在那边 我打完月清帮 另外两个台湾人 就打了华清帮 从此 我们在那边 没敢欺负了 但是 但是呢 但是你也廊当入院 那没有 月清不错 没有一个指控 当时 这个 我们餐厅 有六十几个被抓进去了 每个都说 在哪里 我在卫生间 谁开了枪 没看到 报纸灯 寒乡村有全世界最大的卫生间 六十几个人 同时集在卫生间里面 当时是这样子 月清帮的人不错 打了以后 被抓进去 警察拿我的照片 反而是台湾人跑去 警察也不晓得谁开了枪 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做二排 做尿杯 要跑去跟 美国的警察讲是我开的枪 然后 把月清抓进 拿我的照片给他扔 人家都不扔 但是知道是我 可是人家月清 混兄弟就是这样子 你到底什么时候加入帮派的 竹联邦是什么时候加入的 民国53年 你们都没出生 无大学的时候 没有 读高一 高一的时候 建中的时候 没有 已经是建业了 建中我的好学生 已经是建业了 小军 对不起 我不怕激怒您 我很怕再这样讲下去 我们会误导观众 认为说一爆一爆 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好勇斗狠就是老大 是替天行道 我很担心 会有这样子误解 其实刚刚有名老师 那个张鑫 我自己本身也在大专业院校里头教书 我坦白讲 无论再怎么样 您自认为您不是黑道 但是确实您过往 确实跟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的人民真的是不一样 确实是有案底的 有一些记录的 那包括您这次 无论再怎么样 是通气犯身份的 再怎么样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通气犯 可以这样高规格的回来 我们担心的是 我们的孩子看到 还会不会想说 只要做到大的 只要拿个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这样的神主 那就可以通行无助 而且我不晓得 你心中会不会有万千感慨 江南岸的时候 蒋经国当政 那个时候是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的年代 现在的马政府对中国 我不客气地讲 我觉得就是卑躬屈膝 什么都仰赖中国 就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你心中 我什么样的感慨 您刚刚我非常好奇 是在上一段时间你说 你赞成的是维持现状 台湾的现状是什么 中华民国的现状是什么 我们有自己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主权 是中国不断打碍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 我们在这边当兵 纳税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权 我们生活 我们所爱的土地 我们的制度是保障言论自由的 在这边您可以讲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在中国有讲台独的自由吗 是没有的 我不晓得 我想陈大就位教授在旁边 作为香港人他很感觉 你的一国两制 在香港是什么样子 昨天香港大风大雨 43万港人冒雨上街 他们甚至唱着悲惨世界的歌 现在就要民主 你可听见人民的歌声 香港过去人家说是冷漠的 对政治冷漠的 回归之后 2003年50万人上街头 昨天大风大雨 40万港人上街头 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度 在香港回归之前 很多人是主张统一的 现在连香港独立的话都出来了 甚至很多人不认同中国 甚至于两方面的文化撞击是很严重的 香港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 您认为这样子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适合在台湾吗 香港人甚至于 连选特首的自由都没有 我们台湾唯一能够交的是民主 你要台湾 英国人统治香港150年 英国的总督香港有讲话的权利吗 英国派来 香港敢上街头吗 我想问你们 英国人统治香港 英国人要是想检查吗 有国安法23条吗 敢不敢 不敢 慢慢听我讲 香港150年有说总督我们自己选吗 没有吧 立法局很简单 清定议员 有普选吗 没有 回归以后最起码 我跟你讲 民主是有一个过程的 安国陆克萨克斯文民主 走了800年 从西元1215年大宣章走起 民主不是一天可以得到的 印度跟菲律宾有选举 有 民主吗 就那几个家族 每次选举死多少人 不是讲的没有用 民主是有个过程的 我跟你讲 第一大陆回归以后 特首一定是香港人 不管怎么样 是北京喜欢的 不喜欢的香港人 第二 都是北京喜欢的 对 不管香港人嘛 他总部派一个北京人过来 第二 他经过一个间接的选举 第三 现在立法局有普选 有功能选 两种 第四 也答应你2017年特首普选 当然有个去英国化的过程 为什么台湾 我跟你讲 当年228事件 因为 毕竟50年日本统治有差异 所以还有一个去日本化的过程 但你们可能不高兴了 一定要什么 香港一定要有个去英国化的过程 你知道 所以张先生 你觉得香港要有个228吗 不是 我讲228的冲突很多原因 如果没有日本人统治了50年 国民党 我跟你讲 所以228事件 都是因为去中国 去日本化 去日本化吗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跟你讲 228事件的时候 你听我讲 228事件 如果以后 中国跟统一台湾 那以后有个去台湾化的过程 台湾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一样的 哪里一样 有很多不一样 不过 我是觉得 我们坐在这边每个人主张 我觉得都主张 你也不用为香港负责任 因为有一个香港人 那我也认为英国人 他就是殖民政府嘛 就该赶走了嘛 香港的问题是自己要不要当家做主 那香港人43万人出来游行 是占了他人口数的将近15分之一 那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社会的结构压力 要不然人家不会吃饱了 咸得出来游行 第二个 刚才讲 我还是回到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是 今天一个人如何去做他的政治主张 我觉得也狂 我们台南新化还有共产党的王老洋 台湾共产党主席 每个人就做政治主张 他找不到党员 那个总书记是他的 是他的女婿 那是他的事 他没本事宣扬 这才是我们政府的问题 你当年这样的案子 可以用录音带 去做一些历史的承控 去救出你的兄弟 我倒觉得今天 我相信你现在也无所求了 其实中间人 谁去跟你谈 你可以讲出来 因为我相信不用多久他自己会讲 不用多久他自己会讲出来 而他讲出来之后 我们政府要交代说 你也有没有透过他去谈条件 因为整个进来的过程 问题不在你 在我们政府 我们政府托人去谈事情 瞧好了就整个 你这样瞧好了 何必派1000多个警察 去松山机场搞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组织犯罪我也觉得 对民进党也是有人犯罪 不过我们实在是比较寒烦 我们整个犯罪 不及国民党的大概1% 你当年因为被人家栽赃构陷 在美国关了10年 因为有人做伪政咬你 所以其实撇开政治的立场不同 我相信这个读书的人 花点时间研究陈水扁的案子 他也是被人家咬住的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 你可以不喜欢我是台独分子 但是在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上 比方孝顺父母 是非黑白 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价值 所以如果当年你在美国做黑牢 那现在回过头看阿扁的时候 有时候政治盖在上面 永远看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一点 你是回台湾 你刚才讲你住了习惯 其实97年就可以回来 何必拖到现在 为了这一本 对 这是你的主张 那我坦白告诉你 在台湾主张这个都没有问题 你上片各电视台节目 看全版广告 公车在弄个T-Bar什么的 都OK 因为台湾什么都可以主张 你不杀人不放火 不爱到别人 通通可以 这就是台湾自由民主独立的可贵 那这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可贵在哪里呢 我这边一张相片 他也是在主张 他主张地方错了 这个人 这对夫妻叫做刘晓波 刘晓波夫妇 他们当年编了一个 叫做民主中国的网路杂志 後来他参加六四天安门 六四的民运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关不怕 这个还至于算有勇气 关不怕 2008年弄了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零八宪章 关到现在 甚至于2010年 得到全世界认同的诺贝尔和平奖 空着椅子在那边领奖 如果在中国主张跟当权者不同 下场就像刘晓波 就像当年你不见容 国民党的当局一样 那样的体制 不是台湾可以接受的 而一国两制最大的问题就是 做兄弟的 谁要把脖子交在人家手上 你套在人家手上之后 香港本来答应的不是2017 香港答应的是 十年是2007特首直选 那因为时空环境还没到 我去英国话还没有去完 我再延十年 而这十年慢慢的发生之后 香港就直变了 而我们台湾 现在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台湾 你回来组织犯罪 面对司法 你讲对了判无罪 冤枉了 你今天主张一国两制 大家听听看 有道理大家听听看 没道理民调永远就是散法 我说我台湾主张台湾独立 讲得好说不定 中华促进党还很多人加入 讲台湾独立的 讲中华民国现状存在的 讲不接受中国合并的 在台湾目前的民调 要远远高过九成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你拿的那本册子 因为我觉得那本册子 代表你的主张我尊重你 而台湾人民接不接受 是另外一件事情 反而这个动作做出来 代表什么 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不一样 而这不一样 就建构在2300万人 捍卫了这个体制 我进一段广告 我们进去再谈 香港人走什么 到底心里中想什么 六七百万人 会有43万人在昨天走上街头 我最近的时间去一次香港 我礼拜六去 礼拜天回来 其实我很短的时间 我只是要去看一个老朋友 可是也遇到大台风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台风大到我只好被迫 就关在我的饭店里头 昨天在这个台风天 发号发布的是3号台风警报 可是呢 这个南风 透风 竟然可以有43万香港人走上街头 他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民主啊 要的就是不要北京的那一套 那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辩论很多的过程当中 都有一个核心价值 到底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也许你只有两个都是 可是我们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台湾为优先 这个这么难落实吗 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再回来谈 好 各位观众 白狼回来了 今天联合报的三板头说 这个人也要回来了 欠税大户 陈友好 这个标题叫什么 陈友好喊话想回台缴欠税 缴欠税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保守估计 他在台湾欠税的是 新台币4.66亿元欠税落跑 回乡要来漂白正义在哪里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分析的稿子 那么我们看到可以缴欠税 可是从欠税的一个前五名的排行榜当中 我们也发现 其实有一些人不用缴欠税 过几年之后 大辣辣一样可以回来 台湾的法治到底算什么呢 可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刚刚特别提到了一国两制 香港那么回归16周年的时间 跟你逃亡还蛮接近的 1997年我还去了香港 对不对 你逃亡已经算17年了 1996年 我是到大陆设厂半年以后被通缉 不算逃亡 不算逃亡17年 香港人到底想什么呢 警方严控游行区域 推及手无寸铁的民众 大雨中伞都挤到变形 这场七一大游行在真普选的议题下 就算挂三号风球下大雨 也交不起香港民众的热情 风雨太大让游行队伍只能慢慢移动 散花抖抖开高吊支持大游行的黎智英 也现身回场 民众准备各式标语要真普选 还有梁振英下台 现场甚至出现了中华民国国旗 梁振英跟行政团队7月1号早上高声唱出中共国歌 欢庆香港回归16周年 但是场外却乱成一团 抗议民众跟警方发声推及 最后慢慢走到示威区 警方才撤到外围警戒 香港反中情绪高涨 甚至改编日本当红动漫主题曲 諷刺中国人是蝗虫 香港回归16年来 带来陆克也带来的问题 香港跟中国对立的情绪 越来越高涨 从不去要忘困 必须阻止我从太过温 愿恨都在上 三星文 中国到 好 我们现场特别邀请到梁教授 梁教授来台湾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那算是香港人 对不对 对 这样子一个阵容 对 这样子一个阵容 六七百万人口当中 但是从政治的发展 就是特首 他从一个商人 到一个原来的公务员 到现在基本上 人批评梁建英就是 完全是一个他本身是共产党 这个不少的 但是这个他的亲中的 完全配合中央的这些做法 从反国教 从其他的东北发展 当然这个是中共的一个蓝图 他并不是原来的推手 也许 但是他正要把这些 消灭香港的政策要执行了 好 我们自己都了解 像这些国民教育等等 所以郑英权的时代 就已经开始已定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中央的压力 你这边都还不是顺民 一直都在反 每天都在反 每年就好几天出来反 我当然只有把它变成顺民 所以国民教育是 很早之前就有构想 那只是因为 梁志英政府他以为 他们应该可以好好落实 因为他的一切的 正式的那些管道 都已经打点好了 他预估应该没有 没有很多人反对 所以你看最终反对的人是什么 是突然就冒出来那个中学生 一批中学生 突然就冒出来一堆家长 这家长也不是家长会的人 也不是18区的家长会的人 这些人都没有声音的 突然就冒出这些人 然后唤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以后的小孩 怎么可能被教导成 对着国旗要哭泣 我们现在是朝鲜吗 是什么国家 是什么地方 那最后其实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是三万人上街 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政府有什么反应吗 政府一直都在忽视 就是我们这种和平示威的这种诉求 他说普选已经定出一个时间表 可是有个大前提 要亲港亲中 是不是所谓的那个 一定要所谓的爱北京 对不对 他定出这样的条件 有个听话人当特首嘛 就那么简单 所以他一定要 不管现在以后的普选是怎么说 我们一般理解的普选是一人一票 叫做普选 就是我们直接选举嘛 人民当家就是这样的精神 他当然可以玩弄那些文字游戏嘛 他可以把那个 把那个选的人数扩大 或代表性比较多 只要他找到那一点 他可以确定 大家不要这个忽视 当反国教的那个运动当天之后 是立法院的选举 立法局的 是立法局的选举 我们一直以为 这样民主党会不会 就是所谓泛民会不会大胜 没有 结果没有 结果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想像 如果没有反国教的那段 没有反国教的话 其实我觉得 老师漏讲了一点 就算香港的民主派 拿到了100%选票 到立法局里面举手 只有四分之一 对 没有错 民主的可贵在哪里 香港人 这什么道理 他设计了很多 职业代表 专业代表 功能性的代表 你根本也没有发言的机会 所以就是说 他设计的这种选举 就像以前我们的七月立委 跟曾俄立委一样 就当你有投票 但是你投出来的票 不能代表 他很气人 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 我们大家投票选出来的事情 都没照我全 就是民主的价值在于说 第一个 香港失去了选择 我觉得人最可贵就是选择 我可以选择移民 我可以选择一国两制 我可以选择台湾独立 我可以选择 刘晓波不能选择 香港人经过国民教育之后 认为刘晓波被关是应该的话 那这个香港就失去最可贵的数量 我想请教梁教授 现在的香港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为什么 您说在梁振英上来之后 香港的本土意识 反而快速的发展 为什么 看看那个贫富旋速的 我们现在那个系数 今年系数 已经到了0.537了 这个不是单一的数据而已 它是一个趋势 它是从0. 其实0.43已经非常高了 超过0.4叫危险 我们台湾以前是 以前是0.27的 最早期 现在已经超过0.4以上 甚至0.5 那 就民生 先撇开梁振英的很多 具正义的个人操守和其他 就民生来说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一方面房价 房价动辄之后 就是几千万台币的一个很少的 30坪的房子 房价是一个问题 另外 工作 就是年轻人他们毕业 他们好不容易毕业 也找不到工作 这是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这几天 不单只是苹果日报 这种本来就反共的 这些报纸 希望大家上街 连东方日报 东方报业 本来是轻重的媒体 轻重到不行的 他竟然就用民生的议题 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上街 那当然 不要有其他故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少 就舆论而言 这个很明显 媒体是希望 引导民众去做 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你怎么会是说 现在台湾这种状况 很像是香港回归的 五到十年的状况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福茂签了之后呢 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福茂协议签了之后 我比较希望用併吞 不是用回归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了解 香港以前 九龙跟香港是英国政府的 所以基本上 当时要不要独立 是可以独立的 如果国际社会的愿意支持的话 所以这个是另外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用併吞比较 比较恰当 那我的看法是说 台湾现在一个主权 独立的国家 那为什么他准备要拱手向让 那我们一起有个想 一起有个说法 马正文有一个说法 我们先谈禁忌 政治撇开 这是非常天真跟一厢情愿的 简单说 香港为什么能到了这个地步 是因为2003年SARS之后 香港对中国的 经济上的依赖更大 那现在台湾 我们看马政府的缩帖 他说我们GDP 如果福茂通过的话 是会增加0.57 那我们尽管相信他好了 因为Express到现在讲了半天 633讲了半天 全部都没有 即便有0.57 那我们就问你0.57 到底是归谁呢最后 谁得益嘛 那另外就是说 这0.57 背后所换取的是什么 简单说 如果台湾是那么有竞争力的 你真的能吸引所谓中国的企业 来到不要13亿的市场 要来到2300万的市场 去发展 还要碰到你里面的那些 一些本身的问题 我是他们如果纯粹为了商业利益的话 我会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吗 所以我是真的很担心 因为我们不能去一厢情仰认为说 大陆来中国 中国来的企业都是 都是所谓基本主义的商人 都不是嘛 很多其实都是有官方背景 我来讲 这样的一国两制你还要吗 来 当然要 我问你 这种游行在北京可不可以 有没有回答我 你说什么 这样的游行 行吗 可以逢险吗 我问你可不可以 当然没办法 香港可不可以 手法可以 但是不知道明年还可不可以 这叫一国两制 这一国两制最好的证明 我没有一国两制也是可以游行 对 北京不可以 香港可以 不同的制度 所以我们要走向贫富差距这么大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大了 每个政府都有贫富差距 这么多人走向街头 这跟这个制度 我告诉你 香港为什么繁荣 毛泽东把中国大门一关 香港干什么 中国大陆买东西 透过香港人 中国大陆卖东西 透过香港人 香港人赚这个钱 后来 邓小平上来改革开放 今天广州深圳开了 广州开了 上海开了 香港不能A了 怎么办呢 回归了 不能不救香港 所以有各种什么自由行等等 我告诉你 香港人可以自由进大陆 做生意 买房子 投资 就业 大陆人到你们 只能购物 大陆人可不可以在香港工作 不行 除了到中资机构 大陆人到澳门 只能去赌钱 大陆人到香港人干什么 只能去买东西 你意思说中国让利给香港 当然了 那为什么香港人 我认识成建勋 当年六四的时候 陈建勋把乌尔开西这些运出来的 不是 那你告诉我们 16年来为什么这么惨壮 43万人走上前头 你跟我讲嘛 为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在一国两制里 不满意你可以站出来 英国在的时候 他敢要求说 我跟你讲你说 这个特首配合北京 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总督就是根本就是执行 伦敦的命令 你讲了没有用嘛 你总督怎么样 总督是香港重要 英国重要 我问你 当然有过去 这是逻辑 当然嘛 你听我讲嘛 因为你们在英国 这是长大的 这三个问题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逻辑 徐老师来听一下 我们在讨论香港的时候 进步有一个程序的 OK 16年的流程 还走到这种程序 英国800年 我们一定要厘清一件事情 美国 我告诉你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起 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他是黑箱作业 党的boss决定 你抛出这个议题 你先让给来宾 帮你解释一下 张先生 我其实 我们在谈香港问题 不是在怀念港英 港英 殖民政府 绝对不可以 那殖民地啊 印度也殖民啊 每个国 殖民地现在在现代国家 是不接受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说 我们现在比殖民地好 我觉得那个标准太低了 那标准太低 台湾也不是一步登天嘛 吹牛没有用嘛 对 台湾也是走了六十年 张先生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这过程里面 那我们走到六十年嘛 你一个三天嘛 我们的民主是不是比中国好很多 那你的一国两制 那你的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那一国两制就是 你认为那一国是什么 你告诉我 一国就是一个中国 那一个中国是什么 你认为在世界上一个中国 大家认为一个中国是什么 张先生 其实 大陆大陆的制度 张先生 其实 我们在讨论那个时候 你不懂你跟我讲什么 不是 我不懂 是你的逻辑根本不通 台湾已经是民主一百分 或者说我们不要说一百分 八十分 九十分 中国是连二十分都没有 你要去跟这个国家在一起 但是我问你 你怎么维持下去 你告诉我 什么叫怎么维持下去 你要维持现状 我请问你 台怎么维持现状 我们要民主来保卫我们自己 要统一世世代必行 为什么统一世世代必行 谁告诉你的 我告诉你 谁告诉你统一世世代必行的 中国的传统 只要香港丢了一百五十年 还要拿回来 两岸的伤口 除了要愈合 什么叫伤口 六十年前那一张 这个部分我简单来讲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时候 或者中华民国制限的时候 其实台湾并没有在里面 所以我不会去讨论那个历史的东西 因为研究历史 除了各说各话以外 台湾还不见得属于中国的 现在问题在于香港可以游行 可是下一个问题是 你43万人游行出来 以前的港英政府 现在的总督 现在的特首 怕你吗 根本不理你 台湾43万人代表多少人呢 换成台湾人口比例是150万人 不要150万人 就15万人来到台北游行的时候 你总统不理 最起码那些立委要理一下 为什么 你要知道 国民交易游行就废掉了 这23条都废掉了 有没有效有效 不要睁眼说瞎话 我来讲一下 我刚才知道你的讲法 这个游行结果怎么还不知道 国民交易游行是不是废掉了 有没有效 他们把什么都往后延来 那人民要上街头才会废 人民不上街头能废吗 我们要讲的不是去跟港英比 我们要问的是说 那香港的未来是什么 你说他们有这个权利是一国两制 可是特首不能选 你的书里面也讲说 特首要直选 可是问题是未来 什么时候特首会直选 北京会让香港特首直选吗 我们这边有针对香港的 一国两制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不要讲到刘晓波那么远去 就最近来台湾的这一个 誓葬的人权律师陈光诚 来就好了 马英九也不敢接见 王金平也不敢见他 所有政治人物怕他怕死 他主张一国两制的 移民署还盯住他来 移民署在十八三年 陈光诚是主张一国两制的 我们都还没有回归 我不去盯了跑跑跑的政力 香港是因为回归 不得不跟他一国两制 我们没有 我们都还没有跟他一国两制 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竟然不敢见陈光诚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刚刚才 张二先生在讲说 马英九胆小 马英九真的是胆小吗 我都怀疑 你有两个观念 我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因为离开台湾 17年不了解 你认为台湾的媒体力量很大 我一直认为台湾媒体 没力量 我们讲了半天 马英九都死不悔改 第二 你认为马英九胆小 马英九一步一步在做 他怎么会是胆小 他装着胆子很小 可是我最遗憾的是 以张阿乐先生 从不管记录也好 你们受国民党的欺骗打压 这么多年了 你还认为60年来 国民党在台湾这样的作为 如果你认为这个党 还有存在的必要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跟每个党都有存在的必要 第一 我不是国民党 我是中国人 不管哪个党 你共产党 国民党 什么党都可以 你为中国人做事 我就支持 你是中国人 我就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台湾人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 我不是讲 中国是我的母亲 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 四个兄弟 大陆是老大 我们台湾老二 香港老三 澳门老四 这是我一个 港澳台 那如果解放军解放台湾 你站哪一边 如果是 你听我讲 和平统一 共产党不进来 那是你假设的前提 不是我讲的 我凭哪一天想 我写这东西 研究了他们很多 比如说 国歌 国号 国旗可以谈 这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这都是国旗 中国 台湾兵戎相见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中国 台湾兵戎相见 你站在哪一边 看谁是谁非 什么叫是谁非 本来的 这个 我们在台湾的一个 我们若去挑衅 台湾为忧心 不在我们的核心家里 你台湾 我们若去挑衅人家了 小心 你本来的本来 他是一个世界人 等我先 我们挑开我们台湾 日本跟韩国发生冲突 日本人当站 日本人那边 韩国站韩国那边 那是国家的意识 我们跟台湾 没有一国两制 我们过得好好的 我们国家有很多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问题的 但不能因为中国大 它有磁吸效应 我就非得做它一部分 那这样的话 新加坡要不要进来 如果中国一定要统的话 外蒙古要不要进来 所以那个是历史 而中国的历史最大的时候 还可以大到奥匈帝国 我倒觉得回到现实面 就是台湾有2300万人 这2300万人 我们跟香港人不一样 对教授说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选择权 你们已经没有了 我们还有选择 做一个自由人 最可贵就是 我可以选择 我还可以讲话 我还可以选投票 可是一国两制 香港特首什么时候选 北京说得算 香港要不要继续繁荣 北京说得算 我现在放人进来消费就消费 我放人进来买房就买房 我放人进来赌博就赌博 那个是上面说得算 台湾过去60年 从戒严到现在 好不能到最后 有很多事情它运作 你讨厌蓝 讨厌绿 但最起码 大家可以发挥影响力 让国家有个轨道在走 所以一国两制是不是台湾的 我至少看民意 是不是我们要的 你去鼓吹 我尊重你 但是台湾人可以不接受 而我们不接受 万一发生什么战乱的时候 我希望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人 我们是应该站在自己国家这边 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就是 我认出很多眷村的北北 我也是讨厌长大的 你听我讲 不要鼓吹战争 我没有鼓吹战争 我从头到尾不要鼓吹战争 希望你们都不负责任 日本的欲人天皇 爱日本 爱爱日本 打仗 十二多少人 没有人鼓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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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鼓吹战争 张先生 张先生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鼓吹战争 十二多少人欲人投降了 台湾没有本事向中国战争 没有 张先生 我觉得我们都 我们真的是第一 人 作为人 自由选择权是很重要 我们根据这样的价值 你听我把话讲完 你不要替台湾老百姓选择战争这条路 没有 不会选择 老百姓选择 如果你这么反战 能够和平 为什么要战争 能不能以你在北京 那么充分的能脉 跟他们讲 这是中国大 一千多颗飛弹对着我们 是要消灭台湾的国家族群 我们也要去惹他 我们也希望不要有战争 其实中国 而且处处在国际空存 生存空间打压我们 他们某一方面是大欺小 是加害者 你今天不能说我们受害者 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生活制度 我们要做地球村的公民 就你说我们不能爱医生 我们就叫鼓吹战争 这个有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味道 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你跟我讲 徐老师 给点时间给徐老师 来 徐老师请 其实国庚大哥讲到一个重点 陈旺诚你讲一国两制 可是蛮久不敢见他 张先生鼓吹一国两制 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张先生我要讲 我真的觉得一国两制不是重点 为什么 我觉得台湾大部分民众 是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刚才前面已经看到 香港是这个样子 香港如果今天是百万人民 上街头讲一国两制好 台湾搞不好很多人会考虑 张先生我觉得 我还是要回到 我一开始问的那问题 因为我觉得 其实马总统给你这样的礼遇 还有你这样对台湾社会 最大冲击 其实不是一国两制 吓坏台湾人民 而是马总统的是非观念 刚才张先生你讲 什么叫对的 什么叫错的 我要跟张先生报告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公开打一个人 比这个私底下打一个人 就比较有道理 我觉得法律上来看 你是什么逻辑 不是 张先生我来讲 有法律的概念在这里 所以我才是觉得说 张先生你回来台湾 对台湾社会最大的冲击 真的不是一国两制 张先生我来讲 有法律的概念在这里 所以我才是觉得说 张先生你回来台湾 对台湾社会最大的冲击 真的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 真的是关于价值的问题 我们前面谈江南案 张先生其实我看江南案是这样 蒋家是怎么被终结 也是因为江南案 我相信你的董事长陈其里 去做江南案的时候 绝对是觉得说 这对国家是好的 可是结果是这样 其实某种意义是 对台湾是好的 为什么 台湾后来 就没有所谓蒋家 后来就开始有李登辉 后来就民主化 这个张先生我的意思是说 你回台湾 谈一国两制 可是台湾人民看到 真的不是一国两制 台湾人民看到是说 那马政府你的价值是什么 香港现在走向就一国吧 只有台湾人民 所以对北京来讲 一国重要 你只能代表你个人 或者跟你历见相同的 知识或人也很多 可是张先生有个法律在那里 有个法律在那里 台湾人民不是你说了算 好不好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不是 有没有市场 现在没有 不表示未来没有 最起码我接触到 我在台湾 我在大陆隔个海 很多中南部人参加 让那个白朗来看一下 这是政大选言中心 长袭所做的民调 郭忍平红色的部分就是 我是什么 红色的部分 都是 都是 我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从这个1992年 所做的趋势里头 它是在下降的 38.5 绿色的部分 自认为是台湾人 从1992年 一直都是上升 上升下降 从等于是2009过半 自认为已经过半 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从51.6 继续攀升52.7 52.2 到现在最高点54.3 我们看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 是没有反应的 自认为是中国人 从1992年 好 这应该算是高点 26.2 逐年的下降 下降到2012年最新剩下3.6 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民意 其实我想过去胡锦涛在上任时 曾经也说过 寄望于台湾人 什么叫寄望于台湾人 就是尊重台湾人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说在政治光谱里头 您是属于边缘的这一块 所以我就要回来 民意是浮动的 对不对 民意一成不变的 对不对 民意是变的 看到香港还是觉得说 台湾 民意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是觉得我们绝对尊重 张相的那些主张 让他自己个人的认同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而且 因为张相已经住了17年 坦白讲 我个人的经验 刚刚定语兄提到我是香港人 其实我是台湾人 我有台湾身份证 而且过去这几年来 我是对台湾越来越认同的 就我刚刚的发言 大家应该有感觉到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会 我们个人都会变的 我是期待说 张相回来台湾之后 更了解台湾人民的想法 更了解特别年轻一代 他们对自由跟民主的渴望 去保有这些那么宝贵得来的东西的时候 也许希望这样你的想法 也会有改变 我同意你 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再回来谈 好 一国两制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台湾的现况出现 香港的现况出现这种情形 台湾还不够觉悟吗 还是说以后 你连抗战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行政院的画面 苗栗大普自救会 你所看到 这是在农村阵线这些团体 他们今天到行政院门口来抗议 因为就在5号 县令班领的大普居民 这些居民呢 他们要求苗栗县政府遵守 三年前行政院所做的承诺 就是要原地来保留 但是呢 一国两制 如果实施下去之后 来我请教师梁教授 怎么样 中国人民 他现在可以在国务院前 来进做抗议吗 一国两制实施之后 这个场景 还可能允许吗 中国还会容忍吗 来梁教授 我先跟他报告一下 是一国两制最初 最初要去提出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中国宣称 还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香港是基本主义的 但现在很明显 两个地方都是基本主义的 所以基本上根本 就没有一国两制这回事 为什么 因为他的政治上 他一定不可能容许 我们自己选择 我们自己的总统 然后最后 如果我们变成一国两制的话 即使上开放大陆 中国的基金来的话 我们最后 会看到更多这种抗争的 因为我们是台湾本土的资本 跟中国的资本的结合 所以我们未来 会看到更多这种的场地的抗争 然后我等一下也会去现场 去声援他们 你还要推销吗 很好 你讲的很好 这种抗争 北京不行 香港行 就表示一国两制 我... 你真的觉得有两制吗 你听我讲嘛 我讲两制 你刚刚讲英国 你听我讲 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台湾现有的体制 永远维持下去 我请问大家永远 如何永远维持下去 那这台湾就是台湾呢 干嘛要两制呢 一国生化 结果就变一国了 这两岸的问题 不是我们当方面说了算嘛 要正视现实 不要鸵鸟嘛 大哥 干脆一点 你不要鸵鸟 台湾就是台湾 为什么不理由台湾为优先呢 你不要鸵鸟心态 你如何能够永远维持下去 你靠美国吗 靠得住吗 我们这么努力在这边上班 我们基本捍卫 我们台湾都没办法吗 你听我讲 这不是你当方面说了算 你做个鸵鸟就算了 两岸的问题要面对现实的 不是武力面对 就是和平面对 要如何维持现状 我认为就一国两制 趁现在还有筹码 跟大陆坐下来谈 签订一个能够规范两岸的宪法 你是你 我是我 凭什么 凭什么不能决定 我们自己的未来 凭什么 刘晓波的宪法 刘晓波的宪法就要关起来了 我们还可以跟他谈宪法 第二个 各位往来两岸的好朋友 因为台湾分治而独立 我们才能得利 台湾的存在